向示威者發射催淚煙和橡膠子彈 之後有人走出馬路 其中一派示威者往中聯辦的方向走 昨晚在西營盤附近和警方對視 下午大約四點半 部分人員得副道中向中聯辦方向前進 走到公樂道西的時候 有人搬路上去到路中心 等路面沒有車之後 大批人走出馬路 有人沿途在場邊噴漆 在接近中聯辦的位置 有大批防暴警察掙援 示威者開啟捉成人鏈 又設置路障 你是不是記者 記者 警方搜查現場部分人 另一批示威者 袁德副道西 同樣向中聯辦方向前進 走到近西區警署的時候 有大批防暴警察戒備 並舉起黃旗警告 警方現在認證明令你們 立即停止參與這個未經規準的集結 並向你們的後方 即是金鐘方向去東 接著行人路和平散去 否則警方有機會 會將他們驅散 車地現在立即離開 又不可以 示威者 將路障糾圖導路中心頑hole 打開啟 警員手持盾牌 和戴上防毒面具戒備 無線電視記者 盧儀報導 部份集會人士在集會開始往內先走出馬路 由中環走到銅鑼灣的方向 集會報道正常 在集會開始後大約二十分鐘 一架黑色私家車停在遮打花園內的德護道中 被警員截停引起集會人士不滿 他們由遮打花園走出來 和警方理論 警方是奉命 來處理一陣子 掌聲的案件 我們要車一架歧視 來到這裡 我們要關注你們 參與遊行示威的首全 打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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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之後開路給私家車離開 大批市民跟著車和警員 經金鐘道陷東行 我呼應大家不要佔了 表辦集會的劉詠康跟著人到金鐘 群警匡了解 我們會繼續去轉動 打這個場合在這裏 警員繼續往金鐘方向前進 視乎一隻關注他們 我警察 那批警員之後由金鐘到日報 回到灣仔警察總部 出來回應 在軍器廠街的警察總部門外 較早之前已經設置大型水馬 721的暴力事件 721的暴力事件 明眼人就看到 他根本就是警察合作 我希望盧偉聰他自己出來 要犯錯 就不要在這裏搞別 香港人不是傻的 另外部份人繼續 由金鐘道和希尼斯道 往銅鑼灣方向前進 有示威者搬警方的雪糕統風路 行到銅鑼灣有電圖拉閘 和年輕人發聲 那些年輕人很辛苦 兩個月都是這樣 一點訴求都爭取不到 我們要幫他們撐一下 back up 他們吧 一段軒尼斯道被戰據 他們集結在崇光百貨門外 有圖人不滿 部份示威者 拆手為難 又用雪糕統 扔足成路障 又組成人鏈 傳送物資 包括傘 膠索帶和眼鏽扔 無線電視記者 趙家勻不讀 再看現場的情況 警方晚上7時40分發稿說 有市民在港島不同的地區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警方現在在西區警署 附近一大的馬路 包括德副道西 同江樂道西 由西向中區方向進行驅塞行動 並施放出來煙 警方呼籲在場原事盡快離開 不要衝擊警方的防線 警方就說在驅塞行動之前 已經和附近一大的大廈管理處 加強聯絡 提醒他們警方 就近日示威活動 可能作出的行動 以便有關大廈 合組作出相應的安排 不如附會一大個居民留意情況 如有需要 應該關好窗戶 如非必要 就不要去相關的地點 應該留在身內安全的地方 我可以看到德副道西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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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一個超過一個小時的行動 запaste拜登 拒捕了多名示威者 剛才的行動中也有不少人受傷 有些人中了催淚醫 有些似乎是被打傷 現場有多部警車 相信是要將被捕的示威者帶走 畫面右邊是看到警方和示威者的防線 但可能到西那裏 接近中環的方向 現場仍是見到一些竹枝的地下 未知是否示威者帶來 警方的驅診行動持續了 這次警方的驅診行動持續了 這次警方的驅診行動 警方曾經釋放過一小時 在 criança害怕唯 有說過影響 但認同是不是 警方都在日起 警方仍然ánd�냐 想 sait 他還未必示威地 排斥 這次警方的聲音 不止不觀對話 警方仍然說 希望示威者盡快離開 凍、召喚 為人民幣 北京屋 屋敬佛 雲敬佛 地方佛 在這裏面的警方的要求 現在開始港島滅車服務 只是維持在柴灣到上環站 西螢盆站、香港大學站 和天尼地城站服務暫停 左邊是清楚看到警方的防線 仍然手持長盾牌 七星期的新聞報道完了 再會